做了研究的 王立尼二 王立寇 又要上回 王立尼二 打得很干脆 这个球生化队员没有贴上去 对 韦始豪 韦始豪这个启动调整 看得出来他最近这段时间状态 保持得不错 这个球打的线路直 球速快 这也是打进了 新赛季中超的第一个进球 然后这个球也是 生化在后场 其实中后场有个脱节 中后场有个脱节 这个球直接交到左边路之后 后卫球员不敢上 这个时候如果上去猛扑的话 可能效果也不好 所以在这个位置上韦始豪选择的 他的突破呀 包括最后射门的连接 还是非常到位 这个球呢韦始豪他聪明在于 这个情况下生化队员如果回来的不够 没人去贴他的话 他只要一个变现很容易 导致里面的视线受到